没问题 瞄准好了 三姐 你先 脸好了 来 你踢进去 好 欢 欢 欢 明亮的场馆 齐全的装备 近日 一场冰促球比赛 在北京白芝坊街道冰雪田中心上演 参加冰促球比赛的选手 都是在白芝坊街道附近居住的居民 田中心的馆长长福告诉记者 冰促球只是田中心里众多项目中的一个 咱们的智慧滑雪区 再有还有咱们冰湖体验区和冰促球体验区 还有咱们孩子的喜欢的儿童攀岩区 再有呢是VR体验区 还有咱们给残疾人提供了一个空间 就残疾人活动时 这个几大区域 除此之外 田中心的文化展示区也是一大亮点 这里不仅展示着各路大咖 送给田中心的礼物 参观者还可以借助黑科技 了解东奥的相关知识 如果你要说我直接就是看13届的 那我的法轨就跟着13届 如果我要看15届 我这边一点到这块 然后那15届 这边就走到这边一对应 然后就可以大家跟你进行讲解了 冰水体验中心的建立 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一处 集运动 文化 休闲为一体的多功能现代化场馆 长福表示 虽然现在的田中心宽敞明亮 但是在以前 这里曾经是地下群租房 租户最多时 在40个隔间里住了近80人 等于是咱们这个1000多坪里头 就是打成各种隔断 然后呢 居住了45间人 45间 然后80个人 又乱 而且又脏 然后呢 条件也非常不好 而且也有火灾隐患 这样呢 大家给改造完以后呢 大家非常高兴 而且呢 在咱们二环内 可以上冰上雪了 然后大家能尽力 勇于接触咱冰雪项目 天壤之别 变化相当大 这之前这个这里头是 有潮湿 有阴暗 这个呢 现在来讲呢 就是不像在这个位置 就跟在外面 天空之下一样 就那种感觉 随着2022年 北京冬奥会脚步的日益临近 北京市民的冰雪热情 也越来越高 在家门口滑雪 成了白纸坊街道 附近居民最骄傲的市 就对于我自己来说 可能就是觉得冬奥会 离大约我很远 但是呢 就是有了这个场地以后呢 我就是觉得 哎 这个冬奥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可以点燃我们对冬奥的 这样的一种热情 然后呢 去参与这项活动 然后近距离地去接触 距离2022年 北京冬奥会开幕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白纸坊街道居民 也通过镜头 表达了自己 对冬奥的祝福与期待 祝我们的北京冬奥会圆满成功 然后祝我们的运动员们 都可以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祖国万岁 这个冬奥一定能成功 希望呢 就是咱们的 不管是运动员也好 还是志愿者也好 在做好防疫的同事 大家都做最美的自己 做最好的自己 拿出最好的成绩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